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的外卖到了 又是一个外卖把我打住的一天 好 我看看你先试一下吧 好了 那我现在给它摆一摆 可是不知道馅了怎么摆啊 瞎吃吧 本来还没那么多呢 但是饺子一摆出来都有点饿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平常不怎么吃鱼 但是今天以前鱼的饺子又没有四 它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怪味 基本上就是什么用韭菜呀 胡萝卜之类的调一下味 或者洋葱什么的 应该还能挺好吃的 所以今天这里面的饺子 你看我点了酒盒 但是基本上都没咋吃过 好了 那我就要开始吃了 我今天还点了腊八蒜 就是这种海鲜的鱼饺子呀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不应该蘸醋蘸辣椒油 就是破坏它那个鲜味 但是呢 又想提一下味怎么办呀 就用这个腊八蒜吧 我先吃一个胡萝卜的 把它放在中间这个空里 今天一共96个饺子 还有两份汤 哦 这个汤我跟你说真的是太虾了 108个饺子 哦 一百多个 我给你们看这个疙瘩汤 我刚才为什么说它虾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不咋地 还记得我昨天晚上点的鲜辣汤 在东北菜馆 点了西红柿鲜鲜辣汤 这份是13 我点那个15 它那个鲜辣汤 这么大 这么高 两大盒 满满的 但是这个13块钱真的太坑了 来看看这个乌鱼蛋汤 这个还行 嗯 这个还行 酸酸辣辣的 很开胃 我不满意就不满意 咋它不多 其实味道还可以吧 但是那个鲜辣汤味道不行 好了 那我就要吃今天的饺子了 我看看我还能不能认识啊 黄花鱼 这个忘了 翡翠 白菜 素黄瓜 这个是素胡萝卜 墨鱼 只有我刚刚被咬开的口 但是今天咬开口我也不知道它是啥馅儿 然后这个是胡萝卜 这个是麻辣小龙虾 鲨鱼 这是三鲜 虾仁的 好了 我知道 我好棒 108个饺子 虽然不多 但是起码过百 心里挺舒坦的 今天吃饺子 等我出差回来的时候给你们掐饭吃面 尝尝梦鱼的 有点对不起这个四五十一份的小龙虾馅儿的饺子 刚才竟然把它当胡萝卜的吃了 这个是个黄瓜的 减肥必备 胡萝卜 翡翠白菜 现在每一个应该都吃过了吧 但是今天这个水饺我算是点翻车了 我们公司旁边还有一家水饺特别好吃 它是蟹子水饺 一咬里面咯吱咯吱的只会爆 就是那个蟹子只会在你嘴里爆浆 但我今天点的时候 好 再加水饺中午关门了 等下回再给你们吃那个 哦 小的虾 小的虾 我给你们看我新调的辣椒酱 我刚刚不是还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吗 你们的圆有没有什么俗语啊 或者是很讲究的那种 冬至吃饺子 破午吃饺子 元旦吃饺子 我妈吃圣诞节都帮我饺子吃 爽 但是一看到这个叨大汤我就不爽了 我记得太清楚了就是 前段时间牙疼 就是我们去重庆了一下 牙疼早上还要录一个短片 就是脸这儿鼓鼓的 然后这个片子发出来之后呢 有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什么开了眼角 然后做了什么全脸脂肪填充 说我好紧 人不都希望自己脸瘦吗 为什么要做什么全脸脂肪填充 我那天跟我妈说 我说像我这样子孩子 不买包不买化妆品 不去做美容 然后不用浪费化妆品钱 在自己的脸上 然后我妈来的去 但是你吃的多呀 我今天夜景就过生日了 我刚上去夜景了 因为我妈过来给我过夜里的生日 只要我吃的多快 所有的镜头就追不上我了 我发现好多小时候 我不爱吃的东西现在可能都爱吃了 小时候我不吃辣叭蒜了 让她的爱上辣叭蒜 爱上辣叭蒜做的一切 我的老实 别说我不吃香菜了 我还不吃回香 不吃香春 但是像回香香春都很喜欢的 我不会慢慢也喜欢吃香菜 就像我爸似的 我爸以前也不吃香菜 不是回香不吃香春 后来喜欢上了回香 喜欢上了香春 然后前段时间听我妈说 在家用香菜炒肉吃 其实这样饺子很好包的 我妈包的又特别好 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二个视频就是吃饺子 吃了150个 是40多克50克左右 那么大一个 因为是刚刚开始嘛 然后那个时候 我总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现在能吃 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能吃了 而且那个时候150个我没有吃了 因为我很着急 它是现实的 要一个小时之内 没有吃完反正就合适 150个没吃完我记得 吃之前我和我爸妈吃饭的时候有试过 我们家三口人点16070个差不多 因为我爸妈他们也就能吃 五六个七八个 太累了 一个岛子一半 一个岛子一半 好喝 好了 差不多 收拾收拾 我也要走了 后续一分钟 拜拜